這位開地白店的老闆 長期以來是持續做工業 常常會來到社區 也許社會單位 來煮愛心頂道等給他吃 這位老闆是很愛心 燃燒到麻豆 還有中間 準備了三十四分的地白便當 讓當地的競爛可以享用 讓競爛在四個期間 也能夠吃的肉 吃的健康 一塊一塊地白的 放在鍋裡吃 過去是都沖完飯菜香 這位老闆是很有愛心 在少幾年都來到麻豆地区 並在四個期間 提供愛心的頂道等 讓競爛留下的客人來享用 讓他們在四個期間 不要煩惱搖擺的問題 一些兒少團體或社福單位 他們寒暑假 其實都會針對一些 比較弱勢的小朋友 或者是外配子女 或者是低收入戶的小朋友 做課後輔導 然後我每一年大概寒暑假 都會固定來麻豆將軍這裡煮飯給他們吃 因為畢竟寒暑假沒有營養午餐 所以就會每一年跟他們配合 來這邊幫他義煮給他們吃這樣 這次老闆都總是準備 三十四分的便當 在今年沒有幫助麻豆開的孩子 竟是從愛心更大到中軍區 讓中軍的孩子也能平常到老闆的愛心午餐 每一年都到我們麻豆這邊 幫我們小朋友做一個愛心餐 真的去年是麻豆 今年他的愛心擴大了 從麻豆做到將軍 將軍的小朋友二十幾位 一起來共用我們這次的代用餐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非常感謝秉老闆他每一年的發薪 然後不僅是只有麻豆地區的兒少據點 還有聽說我們其他的兒少據點 他也都會去幫忙做 還有老人共餐還有弱勢的團體這部分 我們非常感謝他 也希望我們他的愛心會繼續的延續下去 老闆老闆在小做公益過年 來溫暖當地中部和小朋友 也因為有老闆的愛心 讓朋友的學生也能在四個期間吃福吧 未來他會繼續做下去 讓愛心能夠到各個地方 謝謝餅老闆 雙瓶豬排讚 剛剛你煮 tyle幾次 炒菜支湯 去吃醬求脂淨 去吃了 肉 comm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